譬如說美股 港股 A股和現金 你未來第一季 其實你會建議投資者應該怎樣分佈 我自己覺得這樣的 未來第一季 美股其實要和今年比 美股一定要減的 不過這件事其實我上來 Wendy這個節目都應該講過幾次 一直都講減的 變成第一季我覺得都是減和減中心 其中一個主要的分野和今年最大的分別 就是今年很多大家都會集中去買 或者坐一些科技股 高增長股 我想明年起碼第一季都一定會轉變 第一件事就是科技股就一定要你很有信心 和住碼要控制得好 很小心 越來越小一點 另外一方面就可能是做的 會是做一些 譬如可能都是傳統的周期股 譬如說可能銀行的銀行金融都OK 因為一會兒會說加息的問題 另外一方面就是商品可能現在是差一點 但是商品其實我覺得放低位是可以的 未至於很差的 那這些就是美國 又或者可能是一些消費品股 那些就要對你自己本身 不可以說見到那個sector就買了 你可能要對公司要有一些熟悉 還有它的股值要不要太高才OK 那港股其實就是明年的第一、二季 很難說第一季 第一季有些難說 但是上半年是有些機會的 如果現在再跌得深一點 還有明年上半年 尤其是內房的債務問題 開始有些暑光 現在就沒有了 現在是中間的 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起碼要明確一點 民企內房有哪些是出局 要先明確 暫時除了恆大之外 其他都其實不算很清晰的 那要有一批比較明確的出局 又或者有個明確的方向 譬如是否真的是國企化 如果是有了這些才有得比較容易 因為其實問題就是現在 他們因為內房債的問題 很影響拖著整個中國其他的債務 就是他們其實都環環相扣 變了大家都沒有騰出手去講任何投資 這個就是港股問題 A股 我很簡單補充一句 我覺得A股其實現在反映中國的流動性 而流動性是不錯 也應該接下來會增加 這個是其中一個會有投資者 嘗試駁B股的原因 另外一樣東西 我想都是政策憧憬 就是因為其實中國經濟本身 今年下半年都真的回軟得挺厲害 無論是剛才說的樓市 以致說內需經濟都真的有些問題 回到的問題就是政府 大家一定會這樣想 就是嬰兒跌下來 媽媽一定不接著 媽媽出手了 是不是要 都是這些 但是坦白說就是憧憬 而且那個憧憬反映在哪部分 也都有點難說的 我自己覺得可以做少少部署的 因為始終的勢比港股好一些 但是你說 部署的是不是能夠太多 或者很深入研究哪些股份 就暫時都是可能百馬股 加指數少少就好了 就是這樣 現今我覺得要持有 亦都要比和今年比是要多一點的 大概我覺得舒服的 就是你有技巧的 或者有些經驗的投資者 就大概四成左右的現金是可以的 其他的來部署股票都還可以 不過就要跟今年比 明年的部署很大關鍵 就是你買對哪些 而且不要太貪心 應該這麼說 那個手法上 交易手法上最大分別就是 不可以見高就追 是的 去年是可以的 這個要記住 2021年是可以的 是的 2021年是可以的 但是2022年 因為你看到上半年還可以 但是下半年已經開始不行 其實2022年就很明顯 應該不是這種style的trading 所以這個就一定要留意